第九集 第九季 隔岸观火 故事 战国后期 秦将武安军白起在长平一战全监赵军四十万 赵国国内一片恐慌 白起乘胜连下韩国十七城 直逼赵国国都邯郸 赵国指日可破 赵国情势危急 平原军的门客苏代向赵王献祭 愿意冒险赴秦 已旧燃眉 赵王与群臣商议决定一计而行 苏代带着厚礼到咸阳拜见应侯范居 对范居说 武安军这次长平一战 威风凛凛 现在又直逼邯郸 他可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头号功臣 我可为您担心呀 您现在的地位在他之上 恐怕将来您不得不畏居其下了 这个人不好相处啊 苏代巧舌如簧 说得应侯沉默不语 过了好一会儿才问苏代有何对策 苏代说 赵国已很衰弱 不在话下 何不劝秦王暂时同意议和 这样可以剥夺武安军的兵权 您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了 范居立即面奏秦王 秦兵劳苦日久 需要休整 不如暂时宣誉西兵 允许赵国割地求和 秦王果然同意 结果赵国献出六成 两国罢兵 白起突然被赵班师 心中不快 后来知道是应侯饭居的建议 也无可奈何 两年后 秦王又发兵攻赵 白起正在生病 改派亡陵率十万大军前往 这时 赵国已启用老将连坡 设防慎严 秦军久攻不下 秦王大怒 决定让白起挂帅出征 白起说 赵国统帅连坡 精通战略 不是当年的赵阔可比 再说 两国已经议和 现在进攻 会失信于诸侯 所以 这次出兵 恐难取胜 秦王又派范居去动员白起 两人矛盾很深 白起便装病不答应 秦王说 除了白起 难道秦国无将了吗 于是 又派亡陵攻邯郸 五月不下 秦王又令白起挂帅 白起伟称病重 拒不受命 秦王怒不可遏 消去白起官职 赶出咸阳 这时 范居对秦王说 白起心怀怨恨 如果让他跑到别的国家去 肯定是秦国的祸害 秦王一听 急派人刺见白起 令其自吻 可怜 为秦国立下汉马功劳的白起 落得这个下场 当白起为邯郸时 秦国国内本无火 可是苏代点燃饭居的妒忌之火 制造秦国内乱 文武失和 赵国隔岸观火 使自己免遭灭亡